民眾黨為了捍衛主席柯文哲的清白 舉行全臺開獎 今晚選在臺南戶外開獎 臺中市府顧問蔡壁如也難下力挺 另外立院黨團主任陳志涵 更在臉書PO出 柯文哲在臺北市長期間 指揮防疫的背影照 感嘆說疫情期間 你多努力想要守護這裡 如今這個世界對你只剩下污衊 不過帖文一出 立刻引來臺大醫生 施警中發文吐槽 回當時疫情嚴重的時候 BNT疫苗一度傳出會引起嚴重的心肌炎 當時台大還有一些教授 為了讓家長們安心 是提出一個方案 讓學童可以在施打前跟施打後的三天 各做一次心電圖 如果出現了心肌炎的反應 可以立刻處理 如果沒有 也可以讓更多人敢施打 於是教授也聯繫了 當時的臺北市長柯文哲 希望得到支持以及經費的補助 但是柯文哲跟這些人一碰面的時候 直接潑他們一頭冷水說 那是你們自己要做的研究 關我什麼事 後來是台大教授靠著自己的人脈 才籌措到了經費 他也分享說 其實當初這位教授 在談好多人 願意資助的時候 聽到是在幫北市府的忙 功勞會變成柯文哲的 連忙把錢抽了回去 他也感嘆說 這些義務勞動的教授們 可以說是第一代的小草 當時呢 其實在柯文哲參選市長的時候 或多或少也捐了一點錢 結果卻是真心換來絕情 他也是感嘆說 北市府不願意在應該要花的地方出錢 卻是花更多錢在辦雙城論壇 教授們看得很偶 也很灰心 以他自己來看 這是真正義者跟政治人物之間的差別